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禁止青少年买酒和接触酒精 事实上我们的时间稍为迟了 主要就是疫情的关系 但是我们之前已经去行政会做过推介 做过推介我们现在的计划就是今年来 下半年应该会做一个公开咨询 电子烟方面我们电子烟 新的法律事实上已经禁了电子烟的宣传 以及也禁止在公共场所禁烟区 或者禁烟区吸食电子烟的 而是没有禁止电子烟的入口 那我们会不断地检视 看看之后有没有需要 就是作出相关的规范 而在禁烟工作方面 事实上我们是近几年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有一个数据可以讲一讲 百分之十点八四 是有一定的成效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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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阳去走了 后来 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